我們雲林縣國中一年級的女生 我們開始加碼 為國中一年級的女生 來施打9架的 HPV 就是人類乳兔病毒疫苗 最主要是要做事先防範的動作 因為我們這些可愛活潑的女孩子 女同學 如果能夠事先透過疫苗的注射 未來我們在罹患子宮頸癌 大概就是比例會降低 而且我們現在施打的9架的 HPV 它的效果可以高達到7成到9成 遠比2架跟4架的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當然是一個經濟比較弱勢的縣市 但是我們為了要保護我們雲林縣內 所有這些女同學的健康 為我們下一代的女性她的健康來把關 我們願意編列預算來加強防範 這一次從國一到國二的女生 大概有3200位 我們也透過預算帶編列 一個孩子大概編列1萬塊來施打 至少要施打2劑 所以我想我們透過這樣的施打 希望把女性罹患子宮頸癌的比例降低 我們事先做好預防的動作 那我想未來我們會有更健康更活潑 更有自信更安全的這些女性朋友 那當然像我們比較成熟的女性 我們希望就是說能夠透過子宮頸癌的篩檢 女性朋友一定要重視這個部分的篩檢 讓我們能夠事先的發現 那早期的治療我相信對我們的健康是相當有幫助的 所以在雲林縣我們為了要降低女性子宮頸癌的罹患率 我們事先從國一的女生開始做施打子宮頸癌的疫苗 來做防護的動作 那我們這些年紀比較滋長的 已經有性經驗的這些女性朋友 我們希望定期的做子宮頸癌的篩檢 我們希望未來雲林縣 女性罹患子宮頸癌的比例能夠降低 不要女性罹患子宮頸癌的比例 目前雲林縣的女性子宮頸癌是佔第八位 那我們希望把她打出十名以外 不要罹患子宮頸癌 我們希望把這個目標定在保護我們女性的健康 這是我們首要的一個條件